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远 今天是第17期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接口的使用 不管您学习哪种语言 只要它是面向对象的语言 它一定会有接口的概念 够远自然也不例外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接口的使用 实现对象的多态性 到底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咱们马上实战演习 OK 咱们进入今天的代码的部分 一上来package包 这个没说的不写报错 然后大家注意看 咱input三个包 format包 数学包和反射包 今天咱们会用到数学包和反射包 该怎么用 一会儿您会看到 接下来大家请看 咱们在这地方定义了一个几何接口 这是一个几何图形的接口 这个接口里面 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两个方法 对吧 type 然后是接口名 interface是接口 在里面定义了两个方法 干什么 一个是计算面积的函数 一个是计算周长的函数 对吧 那么如果是某个对象 某个类 或者说某个结构体 能够实现这两个方法的话 就说明它具备了这个接口的特征 好不好 那么怎么做 咱们看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巨型结构体 咱们想想看 一个巨型 是不是它可以计算面积 也可以计算周长呢 正好可以实现这个接口 对吧 OK 一会儿咱们实现 再接下来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还定义了一个圆形的结构体 咱们想想 一个圆形有半径 对吧 那么它是不是也有面积和周长的计算需求 也有 它正好也可以实现这个接口 那么怎么实现 咱们看 上期我给您讲解了 咱们结构体如何定义方法 对不对 今天就用上了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两个方法 干什么 计算巨型的面积 以及它的周长 大家请看 这两个函数名 Az对吧 正好是接口的这两个函数名 也就是说 它实现了这个接口里面的两个方法 一会儿咱们就可以作为接口类型 进行调用 好不好 OK 这个地方是巨型计算面积和计算周长的两个函数的实现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圆形计算面积和周长的两个函数 它的函数名同样和接口名称一致 那么圆形也可以作为接口进行调用 该怎么调用 咱们往下看 咱们实力化了两个结构体 一个是巨型 一个是圆形 然后这两个结构体分别定义了计算面积和周长的函数 对不对 这是咱们现在的条件 接下来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定义了一个计算函数 它是用于计算的 大家注意看这个参数 这参数是什么 是个几何接口类型 对吧 在这个几何类型里面 咱们定义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面积 一个是周长 对吧 OK 那么怎么用 大家请看 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接收到的是几何类型接口的变量 它也不知道你传进来的是巨型的接口 还是圆形的接口 它不管 它就只知道你传进来这个参数 具备了几何图形接口的特征 那么怎么办 那么它就可以在这函数里面 直接调用参数的 点area方法 点计算周长方法 它就可以直接调用 您传进来的这个接口的类型 如果是巨型的话 那么这两个函数呢 就是在计算巨型的面积和周长 如果您传进来的是圆形的类型的话 它这地方呢 就在算圆形的面积 以及圆形的周长 好不好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多态性 把传进来的对象类型进行抽象 我仅仅是调你接口的方法 就足够了嘛 对不对 OK 然后大家听到这第一行 这第一行呢 我用的是反射的方法 打印出你传进来这个对象 到底是什么类型 是圆形 是巨型 通过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看到 一会儿呢 咱们运行代码呢 就能够看到 好不好 OK 到现在为止 咱们基础函数都准备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使用调用 好不好 怎么做 咱们看 闷函数的部分 咱加注意看 我在这个地方 声明了一个巨型 没问题吧 在下面呢 声明了一个圆形 分别传入了必要的数据 好不好 然后咱们计算 怎么计算 大家请看 用这个measure这个方法 咱们就可以去计算数据 怎么数据 如果同样方法 如果我传是R 这个巨型变量的话 那么它给我输出的 就是巨型变量里面的 相关的计算的结果 如果我传的是C 是个圆形变量的话 那么咱们计算出来的内容 就是圆形里面的计算结果 很神奇吧 对不对 我同样的方法 但是传的内容 变量类型不一样 它却能够正常的计算到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结构体 同时实现了 这个接口的方法而已 对不对 咱们马上运行 是这样 一般我在做这个数据库 多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会运到接口和抽象类 好不好 大概是这 所有圆形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以前我在Java中曾经就做过 好 咱们试试 Go元当然也可以实现 完全没有问题 我先把这个必要的函数拷贝过来 今天演示 还是给您采用的Google Collab 同时咱们用的这个Go的版本是 1.15.2 这个是最新版本 好 咱们开始 面里面 我给它拷贝上 咱们调用的方法 这样实现了对象的多态性 对不对 好 执行一下 写上一个文件 然后咱们执行 大家注意看 Go 我看 Input 这个Input了两个了 删掉一个 对吧 重新写文件 好 再试试 这回肯定行了 对不对 出来 大家请看 一上来 咱们调用的是巨型 然后它算出来是巨型的面积 以及周长 对吧 然后咱们再调用圆形 因为用到了π 所以说算出来 还出了三点一次 对吧 算出圆形的面积 以及周长 非常的方便 对吧 这样就实现了对象 或者说结构体的多态性 您觉得不是吗 您在做 特别是像以前我做多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数据库的接口都是一样的 连接数据库 执行SQL文 或者说开这个transaction 开事物 执行SQL文 执行更新文 然后关事物 提交事物 或者回滚事物 然后断材数据库 这些个不管哪个数据库 大家想想看 其实接口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内部实现不一样 那么咱们如果做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 如果想容纳多个数据库的话 就可以使用 接口的多态设计 完成您的一个产品包 却支持多个数据库的操作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所以说接口是咱们面向对象设计 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咱们大家一定要掌握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关于构语言中 如何调用接口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让您完成对象的多态性 我认为这个在工作中非常常用 这个作为您必须掌握的知识点 您一定要学会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